HELLO 大家好,我是Samantha 近期講開SAF的產品 怎麼少得一些獨家優惠給PTS的讀者呢? 所以今天我們帶來幾款SAF的產品 介紹給大家 順便它都有不同的折扣優惠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的話 詳情都可以在樓下留言問我們 或者上來問我們的阿肥店長 好,在介紹之前就記住CLS Like、Subscribe和Comment 搞定了嗎? 搞定的話我們就繼續下 好,第一款要介紹給大家的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是SAF的前後準星 它是For Marouille Glock用的 你就可以把它組裝在Marouille的原裝畫架上面 或者PTS的SAF系列畫架上面 它是全金屬製造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裡面是有一個 紅色的光纖在裡面配備給大家 它的外形上面 都有保留SAF的獨有設計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的前準星是有一個位置 給你放一條紅色的光纖下去 它就可以令到你在低光的情況下 都可以更加透光看得更加清楚 好,第二件要介紹給大家的就是這個 SAF Extended Magazine Releases 它是For Marouille Glock 17用的 它的顏色有銀色和黑色的 它的按鈕其實都是一個金屬的設計 其實按鈕比原裝的那顆大 由於我的手是比較小 有時候握槍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未必按到的 如果是原裝的話 但是轉了這個SAF Extended Magazine Releases之後 它按鈕比原廠的大 所以我很輕易就可以碰到按鈕了 所以這個按鈕很方便 給一些手細或者武指比較短的人用 好,各位朋友仔 如果你還用原裝的Magazine Releases的話 記得趁這個優惠就上來選購了 好,下一個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個頭 這個頭就是SAF Pro的Compensator 它除了外形帥仔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令到這支窗的效能提升 就是加一條內管 不過有一點要留意 如果你要裝這個Compensator 你就要配合一個有逆向螺絲頭的 Malui G17外管 如果你在坊間找不到一些 適合的外管 或者沒有什麼適合心水的外管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 PTS出的SAF外管 介紹了這麼多手窗的配件之後 又是時候介紹一些長窗的配件給大家 就是這些Rail Handguard 手上我這兩支Rail Handguard 就是這個SAF Wedge Lock 9.5 和12吋的M-Lock魚骨 它就是用了這個Wedge Lock的專利安裝系統 令到玩家安裝這支魚骨的時候 就更加方便和快捷了 如果你這兩個尺寸都有的話 那就恭喜你了 你就可以因應自己不同的需要 隨時隨地很方便快捷地去轉換這兩支魚骨 它頂這個位置就保留1913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兩支都有保留1913的設計 而它3點、6點和9點位置 都有一個Mac Pro的M-Lock系統 令到魚骨看下去更加纖有和更加輕身 其實這個M-Lock系統 都可以安裝不同的M-Lock配件上去 我們PTX Steel Shop都有不同的配件給大家選購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都可以上來選購 如果有什麼大家想要或想找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